今晚就去勾引他一下 去勾引他一下 Alright! Hello Fulop Family! 歡迎回到 Win Fulop Show的 Episode 3 今天又有決免 因為很多人喜歡我們這樣 兩個不同的角度 那今天 可能是因為我們上次的問題關係 今天的問題 蠻多都關於性方面的 就很多人問 而且我們上次嘗試 把問題 是長一點 深入一點的回答 現在的問題 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長了 所以 這一次可能就真的需要 Fulop Family一起回答 因為 很興奮 我就有點縮短一點好了 因為 太長了 但我可以把字放在上面 好燙喔 這個名字 因為有一些是E-mail 我名字我就不透露 基本上就是有一對 要結婚的夫妻 他們在一起三年 但 註冊還沒結婚 一開始也是很熱情 一個禮拜 很多次 但到後面的時候 是 男生性能感 然後他就一直不確定 為什麼 男生就覺得他要求太多了 另外他家補的是 他們工作都蠻忙的 是設計師 然後他提過他老公 是為了工作 為了他們的結婚才那麼努力 之前我們繼續 我真的想 謝謝這位 就是那麼的 責任者 講得那麼誠實 因為他這個是講得很低 很仔細 所以 謝謝你分享 大家有沒有答案 可以跟他講 你覺得什麼 我不知道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我還沒有註冊 但是 如果 有一個已經註冊了 這麼快有這種問題 我應該會想要他 趕快去看心理醫生 應該 不可能 會有這類的問題 因為新婚期應該是會比較熱情一點 那我換個角度 首先 性能感 難跟女子就很明顯 真的不能逼對方 對方就會覺得可能有壓力 然後就 但我也了解那個女生的感受 因為 是一個女生如果去 跟男生提起這種話題 其實是很難堪的 很尷尬的 因為女生大多數都沒有勇氣去 跟男朋友講到這種問題 我的建議會是 可不可以溝通一下 他如果可以給你一些答案 那如果 都已經試著溝通的話 看看是 attraction問題 就是吸引彼此的問題 還是 心理的問題 還是其他的因素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會觀察 我現在跟我當初 我們認識的時候 外表上 有沒有變 可能自己最近沒有 take care 可能是那方面 那如果都沒有 因為他好像有說 他有試著換髮型 反正就是 如果不是外表的話 那我就會看看男生的心理 有沒有什麼事情 是他可能 寄個什麼仇 但一直沒有辦法原諒 可能有 這樣會造成一種 心結 對心結 然後就阻止他 兩個人一直繼續發展的那個 對 那另外一個 我能想得到的 他正在努力 是為了你們的婚姻 那有時候 男生 有一個目標 就是很想要完成的時候 很明確的時候 其實其他事情都不會想 例如我之前做我的180天挑戰的時候 我完全百分之百的精力都在我的目標上面 所以我沒有精神 也沒有體力 也沒有時間去 顧其他的 那如果他就是 像你說的那樣 一切都是為了這個婚姻好的話 也許 他只是太focus了 他沒有時間 跟多餘的精神來做其他的 那 這個就是溝通 如果是這方面的話 你們 maybe每一個禮拜天 或一個月一次 或什麼 你們就是去個vacation 不一定要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你們就是完全放鬆 沒有在想工作的事 那這樣 第一是培養感情嘛 那你們感情好了的時候 也許就有可能會發生 I mean you can't force it but for example 我跟Jamie 我們就算工作在忙的時候 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講 我們要把手機放在旁邊 我們要把電腦放在旁邊 因為我覺得 一切都很忙 尤其我自己 我腦筋一直在想工作 我就想 OK這時候要pause 我們就算只是吃個飯 at least我們是present 培養一起感情 希望讓有幫到你 就是溝通 然後看看到底是 我提到這幾個 會不會有一個因素 OK Next question 也是跟性愛有關 I don't know 笑成這樣 就我是覺得很好玩 就問VLOVE秀 變成問性愛秀 問VLOVE秀 我和男友在一起 三年快四年了 大家是我第一個男朋友 我不知道這是否正常 我們從來沒有做過性愛這部分 是一對Couple 他們在一起 三年快四年了 但是從來沒有做 性愛方面的事情 那他有提到說 他們有同居 所以我在想 他們應該也不是小朋友 應該也是成人了 所以他在問說這樣正不正常 然後他也不確定 為什麼會這樣 還是要女孩子問這種東西 是有一點尷尬 但是如果真的是問男生的話 他應該會回答吧 因為男生是比較直接 反而可能你問了之後 你就知道答案了 有可能是他自己的信仰 或者是他自己從小啊 到長大的時候 他過程中有一些 對性愛的認知能力 沒有那麼完整 偶爾他有不好的事情發生過 對 對這塊也有可能工具 對 這個要你去慢慢跟他了解 既然你覺得問他很尷尬 可能就用引導的方式 去讓他講這個東西 嗯 我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這樣正常嗎 會不會很奇怪 我覺得沒有一個感情 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對你來說是OK的話 其實完全沒事 但如果你在意這件事情的話 真的就要溝通 因為像你有說你跟另一半 是什麼都可以聊的 所以我相信這一塊 也可以想盡一個辦法提起 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然後完全猜測不到 他有可能也從來沒有過 他也不知道怎麼開始 然後他也怕尷尬 怕做的不好 可能他剛剛好也是跟你一樣 感覺到 我好像不應該問他 這樣問他好像不好 然後兩個就是很保守的 可是兩個又不一樣在猜 不應該要去做這個兩個 兩個都沒有開始那一步 這樣子 因為如果你都沒有做過的話 你也不知道 該怎麼下一步的進行 然後你也怕說你們兩個感情那麼好 萬一讓對方失望了 或者是對方嚇到了 就有一種那種很單純的感情 怕說我們原本是朋友 但我如果跟你講說我喜歡你的話 會不會我們一切都變了 那種感覺啊 我猜所以還是要溝通 尤其如果是對你很重要的話 那你們如果現在很開心 我覺得 你們繼續開心就好了 就順其自然 如果你想試試 你可以來 今晚就去勾引他一下 看看 看看有沒有反應 不要教壞人家 如果你想 點個蠟燭 蠟燭 然後幫他按摩 好 要這一次再拿一個杯子 所以如果你想贊助的話 這剛好 我們有一些 Lubricant 有沒有 Lubricant放在杯子裡面嗎 回家 我們真的需要一個 Lubricant的贊助 Next Hello Fu Love 抱歉這姓可能會有點差 追求一位小十歲的女孩 已經有幾個月 我們是公司同事 OK 幫大家說短Summer Night 一個男生 之前追求一個 比如他小十歲的女生 那個女生當時是有男朋友 然後他一直追他 追到沒有男朋友的時候還在追 然後這當中 他們都有約會 好像還有親Kiss 所以基本上 那個女的室友劈腿 然後到現在那個女的已經分手了 對他沒有感覺了 他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怎麼繼續追他 嗯 你不應該追一個有男朋友的女生 一個是這樣不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 他如果會那樣跟你偷偷約會的話 他也會跟其他的 你跟他在一起的話 他也會跟其他偷偷約會 對 他跟你偷情的時候 他只是在找一種刺激 或者他在找一個新鮮感 所以你剛好就是他的那種escape 然後他跟前男友分手之後 你就是少了那種偷偷摸摸的那種freshness 所以我會覺得 首先我推薦你以後不要做那樣的事 然後如果你想追這個女生的話 有點難 但是就是要重新開始 因為你一定要fresh 你才可以跟他 establish一個真正的感情 因為你們之前的那種偷情已經不存在了 嗯 我這邊就是首先他比你小十年 他的那個成熟度一定是沒有在的 他一定是對於一些比較他認為新鮮的東西好奇 然後一些反而他已經看過已經熟悉的 他反而會沒有興趣 忘掉這個女人了 找一個更珍惜你的 這是我純粹的advice 另外一個我不確定放在哪裡 我用explain的 這個比較juicy一點點 juicy 他是一個15年的婚姻 然後他跟他老公還有他的最好朋友 跟最好朋友的老公 他們四個是像一個click一樣 去哪裡都double date 感情非常好的四個人 這幾個月他的老公 常常跟他的最好朋友偷偷的約 甚至到一些場合 他自己沒有辦法到的時候 他會約那個女生單獨去 有時候單獨吃東西 basically他就猜測說 他的老公跟他的最好朋友劈腿 然後他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他有問過他老公 也有問過他的最好朋友 可是他們都否認 而且他還看過他一些信息 就是有一點親密 他已經不開心這件事情 可是他又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的證據說 你就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該怎麼辦 攤牌 一定要問個清楚 是我的個性 我一定是問得清楚 他 basically他是情緒上已經劈腿了 每一個人判斷劈腿是怎麼樣 他在這個老婆不喜歡的情況下 還是在這樣約 所以我們不知道他私底下 是不是有做肢體上的偷吃 可是他心理上已經有 一樣 我也覺得就是要溝通 然後你就要讓老公知道 這樣對你來說是不可以的 不喜歡 你看你的接受度 如果你大方一點 OK maybe 就這樣給他自由 看他會不會乖一點回來 I don't know 但是如果像你問了這個問題 表示你在意這件事情 那你在意的話 你就是要跟他講說 你是沒有辦法接受這個 如果你沒辦法接受 然後讓他知道說 你持續這樣下去的話 這個感情會怎麼樣 就是有一種給他ultimatum 跟他講 最糟糕就是會這樣 那也要看你自己 有沒有辦法原諒他 到那麼複雜的地步的話 可能大家需要空間去休息一下 如果你選擇相信他 然後你又想維持這一段婚姻的話 我覺得先不要去打擾他 先不要去一直去追問 或者是把這個問題變得更糟糕 因為你去追問他 反而他就越覺得有壓迫感 在你做好決定之前 你就先跟他說 我現在感覺到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你就說 我給你一點時間 就是到那個時間 我們就要做好一個決定這樣 我覺得你提到很好的點 你要看你多想要這個感情持續下去 因為畢竟已經15年的婚姻 真的是蠻長的蠻複雜的 你要看自己這個婚姻對你來說多重要 如果你是很生氣 你只想報仇還是怎麼樣 那你就直接跟他溝通 然後你就說 That's it over 如果你真的不要了 對 你就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對 你如果想要這個感情再好的話 我覺得你剛才提到就給他空間 因為他很可能就是在迷失的狀態 對 你沒有辦法一直去追問他 或者是去改變他的想法 你只能讓他自己有一段時間 可以有一個空間去突然間想到你 我想到這個我就會想到一個 不允許小朋友在一起的父母 他們的感情通常都更強 因為他覺得說 我的父母不允許我們在一起 那我們要更就是堅持 然後好像我們兩個對付你 轟轟烈烈 對 然後他們的感情越來越好 就反而你越撕破他們 他越沒辦法 但是你很自由的讓他們在一起 欸 好像過幾個月 不熱情的就過了 給他自由 看看他什麼時候反省 然後想到你 那他沒有的話 我覺得他沒有在珍惜你 那也就不值得 至於好朋友的話 就如果真的發現他有這樣子的那個 就先不要來往 嗯 不答不答不答 對 因為總是有很多不一樣的性格的人 所以把自己做好啦 Yep Alright I guess that's pretty good questions Thank you everybody 你謝謝你們的問題 那其他人有問題的話 你們也可以email到 hellofoolove at gmail.com 或者是在留言區 那我們的Foolove family 都可以在留言區回答 我們大家就是一個討論 討論討論 一起幫忙一起幫忙 And thank you Jamie again for showing up You're welcome Yes 我們這樣男生女生角度 還蠻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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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ince we are done 如果你看到現在的話 你太棒了 Love you love you 我們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們的新成員好了 Hello Hello 我們這邊 是Curry food Curry Hello This fatty guy 他很肥 所以你不用擔心他 他很健康的 Yes Jaime找到了 希望不管你正在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就記得歡樂 記得take care of yourself 希望這隻小Curry有讓你療癒一點 Love yourself Take it easy 你看他不管發生什麼偷吃 發生什麼事情 只要有吃就很開心 如果我們把他食物偷吃了 他還是過得好好好 他不在意 他在找其他更多的 So just take care of yourself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歡迎現在訂閱加入我們的Foodle家庭 每天嘗試不一樣的東西 每天勇敢的做自己 We will see you guys later I love you 祝你幸福有 幸福幸福